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申姐开讲 带您一起探索越南与非洲新一市场的不动产机会 常常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在越南买房子 它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那今天呢 就要来为各位详细的介绍 整个越南买房子的服务流程是如何 首先第一步 就是买钱的咨询 大部分的客人呢 都会先加我们的line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wechat 然后呢 告诉我们说您的想法 想要买胡志明 还是想要投资盒内 那是要投资还是自助 然后呢 之后的话 就可以 我们会依据您的情况 安排适当的业务人员 给您做咨询 那我们的网站上呢 有把所有的案件都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先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参考一下 目前放在架上的案件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要请各位要飞到越南来实际的看房子 因为越南的法律规定呢 一定要来越南 要有签证可以入境越南 才能够买房子 所以如果你人没有来的话 是没有办法完成整个买房的签约动作 那现在以台湾的朋友来讲呢 从台湾飞到越南来 只要三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而且呢 现在的连航呢 很这个发达 所以有的时候 大概两三百美金 台币五千块来回游找 那有的客人他想说 胡志明跟河内一起看 其实这也是蛮好的 那胡志明河内呢 大概也是两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就可以到了 所以如果您要来看房的话 就可以事先跟我们约好 那您可以自己找旅行社 或者是由我们来帮您介绍旅行社 那越南看房跟 在一般在台湾 其他地方看房不一样 越南的是必须要事先预约的 因为这边目前房地产市场是蛮热 所以建商它的规定是比较多 所以通常呢 我们会需要客人的护照号码 或者是手机号码的后级码 然后我们需要先跟建商来做一个预约 第三点的话是越南的央行 它规例外国人买房必须透过越南的金融机构转账 所以您必须要在越南开一个银行户 所以当您来的时候 我们会协助您到银行来开户 那银行开户的时间呢 因为他们是一到五才有开 通常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左右的时间 所以您来越南的时间必须要有一天是工作天 然后呢一天可以是假日 但是有的建商呢 他礼拜天会休息 所以这个的话完全是要看您想看哪个案子 所以最好是事先跟我们约好 但是在安排开户的时间上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是上班日来开户 那开户的时间也很快 大概30分钟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完了 然后之后的话我们会带您去看房 一般来越南看房呢 通常两天的时间就够了 一个工作天要去银行开户 那另外的话一天可以是假日 那有的客人呢他可以比较详细一点 所以可能呢他两天大概把所有的案子看了一下 之后可能第三天才决定要买 所以通常建议客人如果是比较宽松一点的行程 就可以排三天三天来看房 那如果是比较赶的行程的话 两天左右应该时间就还蛮够的 再来第四个步骤的话就是缴交保留金 假设您看上的房型您喜欢的话 那您就是要缴5000万月顿 约当于美金2200块 那或者是台币六万七千块台币的这个金额 交给建商把它保留下来 那有些比较热门的案子 你如果说没有现场美客缴交的话 很可能呢等你回去的时候 回国再把钱汇过来 那这样的一个房型就被选走了 所以有些时候比较热门的案子 我们通常会跟客人讲 您可以带把现金带出国 然后把它带到越南来 那您可以带大概5000块美金的现金 然后在越南的机场要出关的时候 你走那个要申报那一个通道 那要申报的通道呢 您就跟海关要一张海关申报单 拿了那张申报单 你在上面写说 我带了5000美金的现金 然后海关在上面盖一个章 接下来的话 我们带您去银行开户的时候呢 您就可以把5000块美金的现金呢 存到银行去 那如果没有那张申报单 您是没有办法把钱合法存到银行的 所以你一旦有海关申报单 把钱存到银行去之后呢 当你要缴交保留金的时候 就可以从你越南的银行户头 直接转账给建商 那你这样所有的汇款的手续 都是很完整的 再来第五个步骤的话 就是签订定金合同 那通常呢 我们缴交保留金之后 再来两周内 我们就要缴房款达到10% 那这个10%呢 是可以扣掉前面的保留金 那缴完之后呢 建商就会帮您准备定金合同 那这个金款项呢 必须要从您海外的户头 汇到越南 然后再游越南 您的户头汇给建商 最好不要从海外 直接汇到建商的户头 这样的话您的资金流程是不完整的 然后汇完款项之后 建商就会通知您 来签订金合约 在第六个步骤呢 就是签订买卖合同 那一般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呢 是建商他把地基盖好了 地基盖好了以后呢 他就会通知您 然后来签买卖合同 那通常在签合同之前呢 您的缴款呢 是要达到30% 那建商收到款项以后 他就会准备买卖合同 那这一个买卖合同呢 他就是在越南 房地产所有权的一个象征 你签的买卖合同 才代表你拥有这一个公寓 所以呢 在法律规定 外国人呢 必须要本人到越南 来签订买卖合同 所以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哦 我把这个合同寄到海外去签完再回来 没办法哦 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您必须要有海关的入境章 在您的护照上盖章 盖完章之后 你跟建商约时间 然后来签订这个买卖合同 那在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建商他会看您有没有这个海关的入境章 所以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 客人是一定要来的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如果买预售屋就是定期缴款 大概每三个月 每六个月 可能缴5% 10% 然后定期汇款给建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协助客人来做定期的汇款 之后 通常是交屋的阶段 那一般的预售屋通常在两年之内 会盖好交屋哦 那如果成屋的话 通常买完以后就可以直接交屋了 那在交屋的时候呢 建商他会通知您 那一般在交屋之前 付款已经到了50% 或者是70% 然后建商通知您交屋 您就必须从国外汇钱进来 付款到95% 那付款完95%之后呢 接下来建商就会通知您交屋 那还有5% 最后的这个5% 就是办理粉红布的时候才需要缴哦 那一般办理粉红布的时间呢 通常是交屋后三到五年 那为什么是这样 我会出另外的视频 跟大家说明这个粉红布如何去办理 那整个的交屋手续呢 我们都会有人来协助您处理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第九个步骤呢 就是交屋完以后 接下来就要装潢设计 那有些朋友是想说 哎他有空屋要出租哦 那一般在越南要出租的话 通常你要把房子 装潢的美美的买一点家具 来出租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找设计公司 来配合来做处理哦 越南的这个设计呢 装潢其实它的费用不高 通常两房的精装屋 我们大概花一万美金 就可以装潢到好 所以有装潢的房子 通常出租也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呢 最好是找设计师 来一起来把这个房子 把它弄得美美的 然后再来就是第十个步骤 第十个步骤也就是出租跟物业管理 我们有专业的出租部门呢 可以帮你寻找房客 然后之后的话 协助您做物业管理 包含缴水费电费啦 清洁啊 家电坏掉了啦 要去公安局做赞助登记啊 巧税啊 资金汇出等等啊 都可以让您很轻松的在海外 就可以坐享越南的投资收益哦 那有几点要提醒您到 就是越南的公寓呢 跟国内不一样是 越南公寓大部分是预设屋哦 那河内现在啊 买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河内的话 您去买的时候都可以直接选房 可是无市民市的公寓呢 就没办法哦 通常的话 因为买的人太多了 所以呢 就变成是说 你就先缴保留金 缴完之后呢 他就等到过一阵子见商 才会举行公开的这个抽签 那如果没有抽到的时候 可以退款哦 但是有的案子呢 动辄一两千人抽签哦 那这个退款的时间呢 可能长达一两个月 而且这个开卖的时间呢 有的时候也会延迟哦 好几个月哦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客人 要买胡志明的房哦 其实难度都比较高 所以反而是目前河内的房呢 价格是比较便宜 而且要买哦 可以直接买 又有样品屋可以看哦 所以目前看起来河内 是在投资的价值上是比较高的 那而且在二手房的处理交易上呢 它是蛮复杂的哈 通常在二手房的交易呢 要一到两个月 那我们公司呢 是首创了一个二手屋的领约保证制度哦 这个也是只有我们公司才有的 有银行来做一个担保 可以保障各位的交易安全 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目前越南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热 通常预案推出来的时候很快就卖完了 所以有些朋友说哎 他要来溢价哦 看有没有折价的空间 但是呢 在越南因为我们拿到的价格 都是开发商给我们的第一手价 我们是保证没有加价的 我们只赚这个佣金 所以呢 就是说你不敢来跟我买 或去跟别人买 其实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一手房几乎是没有奖价的空间 但是有些建商 您如果提前一次付款的话 他会有一些折扣 那二手房通常好的房型 好的预案 溢价的空间也很少哦 那这个就是在越南买房 跟其他地方买房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想要掌握新鲜市场房地产最新讯息吗 请在这里直接订阅申解开箱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汉微不动产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加入LINE AT生活签 祝大家投资顺利赚大钱 也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哦